小兄弟姐妹们好 咱们今天做个鸡楼饼 看一下我准备的材料有 面粉 鸡葱肉 葱 姜 鸡蛋 生菜 面包糠 淀粉 盐 白胡椒粉 生抽 料酒 咱们开始和面 腌鸡葱肉 用暖瓶里面的热水和面 500克面粉 放250克的水 拌成这样的面絮 揉成光滑的面团 和瓜 饧半个小时 鸡葱肉片开 切成条 切条之后 加料酒去腥 生抽提鲜 加葱姜 加胡椒粉 加盐 下鸡蛋 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 放淀粉 再次抓拌均匀 给它腌制半个小时 面清好了 开始做饼 把面葱上长点 下剂子 把剂子按扁 按扁的剂子上刷上油 两个一落 用擀面杖给它擀开 电饼上让不刷油 把刚好的饼放进去 烙子骨胖翻个儿 烙子出锅 趁热结开 饼拉好了 下个作品 炸鸡鸟 咱们开始做鸡鸟 把腌制好的鸡鸟 裹上面毛缸 在碗子后放入盆中 裹好的鸡葱肉 五成油温 下锅炸 中小火慢炸 中小火炸五分钟左右 出锅 鸡柳炸好了 下个作品开始转 咱们开始转饼 用饼的背面 给它刷上甜面酱 把鸡柳和生菜 放上去给它转进来 鸡柳饼做好了 看一下 鸡柳饼做好了 马上开始 鸡柳饼做好了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三 老三呢 老三呢 给老三拿 吃一口看一下里面的效果 咱们这个鸡柳饼饼 鸡柳又香又脆 单饼植正好裹着不那么油腻 有时间跟孩子们做一样 既健康又卫生 又特别好 给你的 鸡柳饼做во 嗯 嗯 转眼 嗯 哎 二 那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